新冠疫情还看不到尽头 但国际已经有基金会试镜 利百病毒可能有造成下一场疾病大流行的风险 总统蔡英文今天在国安高层会议上 特别提及利百病毒 并且叮嘱各部会要超前部署 外副部长陈时中解析 利百病毒之所以让人害怕 是因为有四大恐怖因子 包括会人传人 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75% 目前还没有解药 也没有疫苗可以预防 但是目前研判在台湾 引起社区传播的风险低 全球都还在对抗顽强的新冠肺炎 但欧洲肺炎力组织药品可及性基金会 已经先示尽 如果中国爆发利百病毒 将造成下一场疾病大流行风险 此话一出 总统蔡英文也提及自己的忧虑 要求卫福部及农委会 务必掌握新兴疫情可能的发展 超前部署 在会中我有请赖副总统跟陈前副总统 共同主持一项计划 要求相关部会超前部署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说 外界如此担忧 是因为这个病毒有四大恐怖因子 包括自然宿主是蝙蝠 会人传人 致死率高达40到75% 目前还没有解药 预防也没有疫苗 听到他的一个特性 你会觉得大家都会吓一跳 总统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很担心 自然宿主跟征服宿主 要来直接要来进到台湾来 事实上是不太容易 虽然听起来很吓人 但陈时中分析 利百病毒并不会经由口末传染 而是透过提议或接触传染 对台湾社区传播风险其实有限 虽然有把握掌控 但面对未知风险 各部会人不敢轻呼 记者综合报道